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來到了彰化 創立將近一夾子的在地老店 來體驗當一日糕點師傅 而賴清德 吃著自己做出來的蛋黃酥 一口接著一口 快要停不下來 很像黃建雄布袋戲一樣 各位觀眾 好吃好吃好吃 紅水天的餅真的好吃 這次越吃越煎熟了 是什麼讓賴清德好吃到 開始演布袋戲 原來是中秋節的月餅 只會吃怎麼行 賴清德這回要挑戰 自己動手做 你仍然用得不平均 熟人生巧什麼 圍裙 手套和網帽 一致糕點師傅裝備很到位 把餅皮趕開難度不高 但包餡可就考驗技術了 平鴨 對 不要用虎骨 虎骨 因為虎骨這樣怎麼聽 我們常說誰吃盤中春 歷歷皆辛苦 誰知道我們吃的每一塊餅 這股這麼搞綱做成的 要非常珍惜 總算是大功告成 送進烤爐後 賴清德也來拜會 這家在彰化開設金一甲子的老店 創始人熱情接待 招牌的肉餅 味道讓賴清德贊不絕口 先把我沒有配給想說 這個很道地 道地很香 我祝大家越遠的團圓 大家各家平安幸福 不忘祝大家中秋佳節愉快 而這些在地好味道 不只在台灣飄香 也在文化總會的邀請下 前進日本 在台灣Plus生活節擺攤 更是直接被搶購一空 讓台日好朋友共享中秋委 記者零仙街稍微生彰化報導